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古时候就称粮食为素 如汉朝朝错写的《论贵素书》 其中的素字就是指粮食而言 又如素饭是粗糙的饭食 而素红贯朽是说在盛世的时候形容前古之朵 素也可以当作官吏奉禄的代称 如史记的伯仪列传有 亦不识周素 原来伯仪熟齐是一末孤竹君的两个儿子 武王发咒 因朝灭亡之后 他们两个人此时周素 饿死于首阳山上 素也指人体遇寒的时候皮肤会起很多颗粒 因为很像素 所以古人叫它素 俗称鸡皮疙瘩 如苏式血诗当中有 冻合御楼含起素 最终的御楼指的是尖头 而素就是皮肤表面的颗粒 樱粟是指樱粟科两年生的草本植物 高约四五尺 叶成长朵圆形 而平滑 叶边有尺 花有白红粉红等颜色 非常的美丽 果实在未成熟的时候 有白色的浆液 含有麻醉性 可制成鸦片 一旦稀食 即可成瘾 一害无穷 早在一百三十多年前 曾派林则徐到广州查尽 因而引起鸦片战争 直到今天 贩卖或吸食鸦片 仍然是我国法律所严禁的 素也是姓氏之一 从汉朝设置至素那时以后 就以官衔为姓 最后要提出来的是 素这个字是不能够读成苗栗的栗 如阴素是不可以念成阴栗的 今天的每日一字节目 就为您介绍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明天再会 感谢您的朋友 好